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有没有好奇过 在太空的生活是什么样呢 我知道大家已经学习了嫦娥奔月这篇文章 嫦娥化为仙女 向月球飞去 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去外太空看看 中国对太空的探索工程 并了解它们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许多人眼里 中国人传统守旧 终归终局 科学工作者们更是与浪漫绝缘 而事实上 国人的浪漫含蓄有理 都悄悄藏在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 比如那群向往着 热爱着 窥探着星空的人们 其实都浪漫的不小话 爷爷爷爷爷 天上有什么呀 有嫦娥玉兔广寒宫 火眼晶晶孙悟宫 雪桥相会 北斗指路 2004年 中国正式开启嫦娥探月工程 九年后 月球探测器嫦娥三号 带着月球车 玉兔号上天奔运 玉兔号的登月地被称为广寒宫 2019年初 嫦娥四号斜月球车 玉兔二号 实现了人类首次软着陆月球背面的历史性壮球 至今仍在正常工作 并不断突破人类无人探测器 在约工作的时间级 银河纵隔断 自由却桥通 嫦娥四号的中级卫星 却桥 使地月全面相连 讯息相通 嫦娥发出的科学数据 第一时间传回地球 人类进一步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九霄探险 能少得了孙悟空 我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仍在取经路上 脚踩金斗云在太阳同步轨道上 不辞劳苦的飞行 他凭借火眼金睛观测宇宙射线和伽玛射线 执着探寻着关于暗物质和黑洞的真景 来者何人 赶闯入天宫境地 我们是中国航天员 我国的载人空间站取名为天宫 是一个载轨组装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实验室系统 由核心舱天河 实验舱孟天和问天 货运飞船天舟 载人飞船神舟和机械臂等系统组成 将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 供多名航天员载轨组长期工作和生活 预计2022年前获建成 伴随天宫空间站飞行的 还有中国首个大型太空望远镜 寻天 中国人的视线将深入到宇宙各个角落 天有宫阙 海有七星 排列如斗勺 合称北斗七星 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取名北斗 源于华夏祖先自古对北斗七星的敬畏之心 只要抬头找到北斗七星 沿其中的天旋至天书方向 延长约五倍 就能找到正北向的北极星 人们就能在茫茫黑暗中辩命方向 今年七月 我国开启独立探测火星的大力 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连火升空 天问正源于屈原的常诗天问 始终不乏对天地自然现象的想象与发问 天问问天 赢祸无祸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直等闲 中国走向深空的征程越走越远 一次次长途跋涉中 把上述这些卫星探测器送往太空的火箭 有个浪漫的名字 叫长征 几十年来 航天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涌流传 此外我们还有莫子 红燕 杰龙 快舟 慧岩等一系列浪漫的航天器兵程 简单数字便把航天人中国式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 浪漫不只是小情小爱的代言词 那根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 文化自信 何尝不浪漫 中国人仰望星空 问天地 但绝不忘脚踏实地干实事 这是浪漫 追问者从黑发到白头 中华传统星火相传永不灭 这是极致的浪漫 同学们 看窗外 月亮弯弯 月亮圆圆 月亮挂在天边 月亮照在窗前 远远地看着它有时像是镰刀 有时又像是一个白色的盘子 可静看 月亮上又有什么呢 一座广寒宫 一位仙子 仙子的名字叫嫦娥 嫦娥 嫦娥 住在月亮上的广寒宫中 她会不会常常想念地球上的家和丈夫呢 她会不会感到孤独呢 幸运的是 一只白色的小兔子 常常陪在嫦娥仙子的身边 为她缓解日常的孤独 这只白兔被人们叫做玉兔 她住在月亮上 守护着月亮 陪伴着嫦娥 度过一年又一年 而玉兔号也如此 她是2013年 中国发射到月球上的一辆月球车 用来与名叫嫦娥的探测器 共同探索月亮 而在2016年时 她圆满完成了月球的探索工作 进入了永远的休眠状态 永远地搬在嫦娥仙子左右 玉兔号睡去了 不知道玉兔是不是还在月亮上 陪着嫦娥仙子呢 东风飞行正常 遥测器号正常 器件分离 嫦娥三号正常 飞行状态正常 即将进入着陆区 快 我找到了方的石头 好厉害 请继续加油 被夸奖了 嗨 我找到了圆的石头 好厉害 请继续加油 开 又是方形的石头 是的 工作正常 开 今天是三角形的石头 是的 是的 呃 你看 这是很像藩盒的石头 不是说了准备睡觉了吗 可是我快没时间了 我应该熬不过下个月夜了 这个东西就当留个纪念吧 设计寿命是这样的 师父师父 玉兔出故障了 怎么办呢 这边会尽力排除 但是距离太远 如果是硬件上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 师父刚才说 没关系 你这个是小问题 是吗 话说我带回来的这些石头 有用吗 很有用的 那我也能成为 像哥伦布一样的探险家了吧 像师父的偶像 哥伦布一样的探险家 那 真是 太好了 真是 你真是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说 不得了 我真的想和你 我真的想和你 早饭 真是下次师父 可有能度 谢谢你 师父 还有 大家 玉兔啊 你的梦想是什么 想看看 后继者是什么样子的 也想再回去 见到师父 还有 我们的征途是 星辰大海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外太空没有氧气 那我们的宇航员 叔叔阿姨们 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又生活在哪里呢 其实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神仙在天上住的地方 叫做天宫 而我们的宇航员 叔叔阿姨 生活的空间站 也被命名为天宫 天宫系列 一共有四个型号 分别为天宫一号 天宫二号 天宫三号 天宫四号 其中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制的载人空间实验平台 于2011年9月29日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是继天宫一号后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二个空间实验室 将用于进一步验证空间交汇 对接技术 及进行一系列空间实验 天宫二号 主要开展地球观测 和空间地球系统科学 空间应用新技术 空间技术 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和实验 打造中国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发射时 释放半飞小卫星 天宫系列的空间站 让我们的宇航员叔叔阿姨们 可以像古代的神仙一样 在外太空生活 小朋友们 觉得这是不是很棒呢 大家想不想去天宫体验一番呢 天宫一号是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 它承担着多重任务 包括进行交汇对接 保障航天员载轨期间的生活和工作 开展空间应用及科学实验 以及初步建立短期载人 长期无人独立可靠运行的空间实验平台 为建造空间站积累经验 天宫一号累计载轨时间已经超过五年 这期间它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许多第一次 下面就让我们随着视频一起回忆一下它创下的诸多功绩 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 在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长城二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一名重要的乘客 在夜色中飞向无人升空 这就是天宫一号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2011年11月3日 天宫一号迎来了太空中的第一位客人 神舟八号飞船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交汇对接 是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航天器对接 标志着中国突破了空间交汇对接技术 2012年6月18日 首批人类客人 航天员景海鹏 刘旺和刘洋 搭乘神舟九号载人飞船 登上了天宫一号 这次交汇不仅完成了自动交汇对接 还由航天员验证了人工手动控制交汇对接技术 成功完成载人对接任务 大约一年后2013年6月13日 天宫一号再次与神舟十号飞船 进行了自动交汇对接 中国航天员聂海胜 张小光 王亚平三名航天员进入天宫一号 在这次任务中 三名航天员在天宫一号 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活动 此外 航天员王亚平还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 被青少年讲解失重环境下的基础物理实验 在两年的预定的设计寿命内 天宫一号顺利完成了各项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任务 直到2016年3月16日 天宫一号正式终止数据服务 超期服役两年半 这之后 天宫一号飞行轨道逐步降低 它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 在剧烈的燃烧中掠过天空 残骸最终会落入大海 而它的弟弟天宫二号正在轨翱翔翔 接替哥哥继续履行空间实验室的光荣使命 我们更期待中国的载人空间站能尽早建成 引领中华民族开启星际大航海时代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窗外 这个红通通的球体就是火星了 咦 大家仔细看看火星上有一个奔跑的小东西 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 相信聪明的小朋友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我们的火星探测车祝容号 祝容这个名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 在中国古代神话之中认为 为皇帝掌管火种的火关便是祝容 祝是永远继续的意思 荣是光明的象征 就是希望大家继续用火来照耀大地 永远给人带来光明 火的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驱散黑暗 带来温暖 火也照亮高空 指引人们不断探索浩瀚星空 引领人类追逐永远的光明 而我们首辆火星探测车的命名 也来自于传统文化元素 这和我们前面看到的玉兔 天宫等航天器的命名一样 我认为中国第一辆行车禁车为祝容 同学们 在太空中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星球外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事物 它们被天文学家叫做暗物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暗物质都看不到 我们要怎么样去探索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科学家很久 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呀 他为人正直 本领高超 和师父唐僧 还有其他小伙伴最后取得真金 孙悟空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 孙悟空最厉害的本领便是他拥有那双火眼金睛 他用他的火眼金睛经常能够分辨危险 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事物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和我们与暗物质之间的关系也很像呢 所以我们对宇宙中这些大家看不到的暗物质的探索器 取名就是悟空号 这个取名也是希望我们能像孙悟空一样 本领高超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世界 天文观测表明 宇宙中除了4.9%的可见物质 其余超过95%的都是看不见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观测到暗物质的直接证据 暗物质真的存在吗 它会是新的未知粒子吗 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 就是专为寻找暗物质而生的 暗物质不发光 也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 无法用普通的光学手段直接观测 目前人类捕捉暗物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对撞探测 二是在地下直接探测 三是在太空间接探测 悟空号就是第三种 当看不见的暗物质粒子相互碰撞 会湮灭产生大量的高能粒子 如伽玛射线 质子 电子等 随着宇宙射线一起来到地球 如果能准确捕捉到这些粒子 就可能从中分辨出暗物质存在的证据 和其他的暗物质探测器相比 悟空号有三大杀手锏 能探测的粒子能量范围最宽 高能电子 光子都逃不出它的视线 能量分辨率最优 很细微的能量差别也难逃它的发言 粒子鉴别本领强 能准确区分电子 质子等不同的粒子 2015年12月17日 悟空号发射升空 成为我国空间天文领域的第一颗粒子 2017年11月 利用悟空号载轨运行530天 采集到的28亿个高能宇宙射间数据 科学家们获得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精准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 发现在0.9万亿电子伏特处存在明显拐折 并在1.4万亿电子伏特附近发现精确结构之下 在结果为理解高能正负电子起源提供了重要数据 对于判断其是否部分来自暗物质起着关键作用 此外悟空号还获得了宇宙射线中万亿电子伏特以上之子 α粒子等的最精确能谱 皆是其中的新结构 可能是临近某宇宙线加速源留下的印记 这些结果将持续为高能天体物理和暗物质粒子研究做出重要功能 皆是目前 悟空号仍然在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上 忙碌地收集着来自遥远宇宙的信号 我们期待悟空号能发现更多秘密 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同学们 安全带 我们即将返航 我们已经回到地球了 这一次的探索圆满结束了 大家对于这一次外太空的探索 感觉怎么样呢 是不是学到了很多 相信你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 一定也对于外太空有了探索的梦想 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中国航天的发展历史吧 昨天一直在想查 咱们没有什么 雷急 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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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